Q. 貴人大飛 那我們還是一樣就是第一次到彰化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什麼是哲學星期五 大家有聽過哲學星期五嗎? 有嘛 那我們還是要介紹一下它的有 因為看了有些熟命恐在台中見過 你們可以有去參加過台中的哲物 那哲學星期五他是在1930年代的法國 他有一個哲學家 他每個禮拜五的下午就在他們家就像沙龍這樣子 就找一些朋友到他們家來 然後每個禮拜都找一些議題來討論 然後大家聊聊天 那久而久之下來就是變成一個風潮 那他們的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們去每個禮拜都挑選一個議題 可是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則就是不能夠已經句點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希望說每個來聊這個議題的人 來討論這個議題的人 他是不分貴賤的 然後不分職業 大家都可以來聊 所以他是一個很普遍化普及化的一個 議題的沙龍 沙龍的議題這樣子 那就是說 在2020年的時候 福大的一個哲學系的教授沈欣凱 然後他跟了一群的朋友就在 在台北市的街頭 就一群人拿著大聲工 就在 禮拜五的晚上在十大夜市 然後一群人拿著大聲工 然後就在路邊聊天 那就 台灣的哲學舞是這樣開始做起來的 然後那時候台灣的 那時候他們在台北做哲學舞的時候 就只有他們少少的 八個人 十個人 那路人過去就覺得很好奇啊 你們這些人在幹嘛 為什麼要聊天就聊天 又拿著大聲工這樣 那久了久了下來 在現在台灣有 許多地方都有哲學星期五 在台北 然後我們在台中 台南高雄 然後先甚至有屏東 甚至花蓮 然後我們希望 當然希望說每個地方都能夠有哲學星期五 那 哲學星期五的運作 它完全是一個以志工為主 就是說大家都沒有知心 然後 因為每個志工也都有自己的課業 或者是自己的工作 然後利用每個禮拜的閒暇的時間 然後大家把文案完成 然後例如說 還有一些海報宣傳等等的作業事項這樣子 那所以說哲五 它也有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也都沒有付給那個獎者 獎者費用 我們也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費用 就是大家都是來義務幫忙的這樣子 那今天第一次到彰化來 哲學星期五 我們也希望說 這也是我們是以那個 哲學星期五在台中的名義 到彰化來 那當然我們希望以後也 也許可以看到所謂 哲學星期五在彰化 就是它差別也是非常在地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談一個這麼 彰化在地的議題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以後是不是 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然後大家可以開始來討論 也可以去思考看看說 是不是在彰化這個地方 也可以做哲學星期五的活動 那哲學星期五在台中是從今年開始 年初的時候開始在台中的中區的一個 叫做好辦的地方 那在中區的民族路35號 那如果大家有在台中工作 或者是有在台中讀書的 那有空也可以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七點 我們都會主持在那邊 然後我們也是每個禮拜討論不一樣的議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共享盛舉 這樣大家都可以一起來聊天 那哲學星期五 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去參加過的就知道 因為哲學星期五它強調的是 每一位群眾的主體性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每一個來參加的人的意見都非常的重要 他絕對不是講者 我們邀請來的講者 邀請來的羽灘人 他講的都是對的 然後他講的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希望每個人的意見都能夠 平衡的發揮 大家都可以針對這個議題提出一點想法 所以哲學 來哲學星期五就是要自我介紹 那會不會門應該關起來 現在聽到大家都有點想要走了 這樣 根本已經關起來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可是我們只有短短的十秒鐘 我們可以簡單的說一下 你來自哪裡 那你為什麼 可能現在你的職業 或者是你在什麼學校 那你現在在做什麼 為什麼想要來這個活動 這樣子 可以講快一點 如果說你們是一個團體 例如說 什麼喚醒彰化青年症 什麼之類 你們可以 合起來就可以 四個人就有四十秒可以講得到 那我們從後面開始好不好 我們有一個 一支無線的麥克風 我們就從後面開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先從我這邊開始好了 我是台中哲學興趣 我志工 我叫興隆 那 我本身是台中人 出生在台中 成長在台中 那今天是 很榮幸 有機會 第一次來到 藍合紀元館這個場所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吳俊成 然後 我去哲學 星期五已經有幾次了 然後 第一次來哲學飛行星 然後我也是後來 也有 一直在討論 保護張化台北宿舍村的活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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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叫吳俊宇 是當化人 不過我是第一次到 賴和紀元館 想愛睡 大家好 我是榮方 然後我現在在台中 讀書 所以常常會去 台中的整個星期五 那我很高興 今天那張號段 這樣我就不要一直趕車 讓我趕回宿舍 我是您 然後是第一次來戴合紀念館 然後也 第一次參與這樣的活動 希望可有收穫 那你怎麼會來 你怎麼會來 我們對那個第一次 或參加的那種 特別有興趣 從來得知這個消息 同學邀請 同學是 大家好 我叫我來 然後 然後 我就是 還是因為上次跟著那個 小樣子 一起到台北宿舍村裡面 所以 就想 在做這個旁邊 再跟他 成功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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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叫Dowa 那你自己是我第一次到Live 我今天 我剛剛拆雨 走到日子 這樣子 那 就是 對我 就要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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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 我是原林的 我從 國防實話的時候 開始比較像一個公民 開始自己的參與 到二線程序 然後盡量一直去感受那個狀況 然後我覺得就是 章話開始有這樣的活動非常好 就是不停的整個量版 那我也希望就是如果 當你後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可以在現場找大家 比如說禮拜一 早發生在國前面好像10點就一顆了 我覺得活動 然後等一下會 快醒再發新一點 然後會享受所有的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Sung 然後我也是公司來聯合紀念館 然後現在也都參與那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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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是台中人 然後在FB看到這個活動 對 所以 你有去過台中的哲武嗎 沒有去過 你沒有去過台中的哲武 你居然跑到髒話來 對不對 那我們下次希望在那個台中的哲武可以見到你 我是 貝堯請 才知道有這個活動 是喔 那我們趕快上網搜尋那個 哲學星期五 在台中 那你下次可以搜尋到那個訊息 就可以來參加台中的哲武 再中訊 我們希望下次可以看到你 好 大家好 我是Emily 然後我是在那個基金會的志工 然後也是半線新生會的成員 所以今天就來參加 然後我也沒有去過台中的哲武 但是你一直有看到活動這樣 希望真的有幾位參加 而那個暗線新生會是不是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是 對 不要教給熊 你直接拿 等一下會有人介紹這個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任務志工 然後日子中的 就是第一次到消化了 來臨的青年館 好 大家好 我叫劉堅長 好 我住附近而已 好 那我 雖然住附近 但是我是第一次上來這個 這個奈何紀念館 好 那 那我是一個文學家 那這一次我會知道這個活動是 就是因為這個奈何紀念館 連到這上面 我是不太曉得說 哲武是 都做些什麼活動 那這一次我就是因為這個奈何紀念館 才連到這個活動來 那我們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柯潘優 那 我是一位彰化人 那 我這一次是因為 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就是 關於蘇特村的這個新聞 所以叫我過來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叫聲龍 我是台中人 然後上次畢業的 然後就是有看過這個活動 謝謝 那大家好 我叫柯潘優 那我是中國醫的研究神 那其實我會來這邊就是 因為就是之前有去看過那個台鐵輸射集 然後我覺得就是 那個地方其實很完整 那我覺得很希望會把它保留下來 那下來就是想更了解大家的提醒 謝謝 請 大家好我叫柯潘優 然後我目前在美濃從事古蹟修復的工作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來賴盒 第一次來摺五 謝謝 大家好,我叫黃玉耀,我叫到四人 然後因為也是參加台鐵宿舍募活動 然後才認識這個地方 然後第一次來,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叫君珍,我姓妮 這一次因為台鐵宿舍村就是有點被設計 那我就成為文化警官的提報人 那因為提報文化警官之後 好像他沒有把它列入提案裡面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就提一個全新古蹟 所以就是我同時提了兩案 就是全新古蹟跟這個文化警官 那所以因為知道今天有這個分享會就過來了 那哲文我是不太清楚 我家距離這邊大概只有幾百公尺 但是說真的,我今天也是第一次來Live紀念館 雖然以前有受過古今的訓練 但是後來因為就比較喜歡自然生態 就開始走自然生態 走自然生態以後就覺得好像環境都被破壞 所以就開始走環保路線 那大家都知道環保路線當然就會有很多抗爭的畫面 所以就是從那種休閒路線就變到比較激進的路線 但是覺得這一條是不對路 那也真的 就看到很多年輕人就是願意投入這一個社會關懷 覺得還蠻有希望的 真的很高興 也很高興今天來這邊認識大家 謝謝 好了,大家好 我們師傅邁請雜花青年聯盟 謝謝 這是我們的團體 謝謝 那我們這個團體其實部位區一直有在彰化辦一些獎座 也是從318學院過後組成的一個團體 那現在每個禮拜五都會有固定獎座在 三明御席的一個會議室 那也有本事業大家有空可以去搜尋 然後我們會將固定活動啊 時間還有內容都會公佈在網路上 對,謝謝 可是本來是每個人都要自我介紹 對啊 你們以為這樣怎麼一個就可以逃過了 沒有 好,那我是那個 快醒雜花青年的學問台 然後我現在是住張華視 我是幻張青年聯盟的益祥 然後我目前就讀張華高中 我是幻張青的益祥 然後也是張華高中 講迷 我是幻張青的Lisa 然後我現在是大學畢業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五在端寧 就是端寧生活 就是請到品科大的教授要講 之前我是哲儒講過 然後他的題目是雪谷籃車 就是題目是籃車來了 黑熊何去何從 然後那天就是公視我們的島 也會就是來登牌講師這樣 然後歡迎大家到端寧生活 加入我們,謝謝 然後我是幻張青的楊竹君 我也是大學去年剛畢業 然後我要宣傳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禮拜一早上十點 在章花縣政府前面有一個 反張藍工業區的一個抗爭的 就是記者會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就是過來支援一下這樣子 再來 謝謝 好,大家好 我們是幻張青的每一邊 我不是好遠 大家好,我是幻張青的筆君 那目前就進隔科大三年級的學生 那因為剛才導彈又打完了 那我就講一下宿舍村 就算我給我保存下來是英勇士 可是保存下來之後 怎麼弄弄是另外一回事 這是我們今天可以一起討論的部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在後我是夏美妮 然後我是章花士人 對,然後因為關心章花的一些議題 所以今天來參加,謝謝 大家好,我是夏美妮 我是章花人 然後我之前就一直想要去一個 折路開中的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 然後我一直看到這章花有份 所以就來了 好,那我們下次 你再找機會來台中折舞 好,下次 大家好,我是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很喜歡章花 因為章花第一個就是 想到他有 好像就是很多美食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他的抗爭意識好像蠻強烈的 就是很保護一種 想到章花你就覺得說 好像很多東西被他趕出去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還沒有去過那個章花 才得出色出 然後小柯先來聽一下 然後希望有機會可以去那邊走一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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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章花也想要反駁 就好 對 都一直不管比你還 對 大家好,我叫徐平 我是 我在發談生長 然後住在彰化師 那我今年終於 大學的時候都很想要離家越遠越好 但是現在工作會希望能夠回來彰化 那我接下來要在彰化的體制外 學校工作 然後 我覺得 我是從318學運之後 開始把徐平當作思考跟辯證的來源 所以就從很多人往上去 譬如說連到哲入的台北 然後從台北再連到台中 然後再來 還有換張琴也是 謝謝 大家好,我是洪建軍 因為之前參加過鐵路志工廣存的活動 然後在那邊靠貼文就想說 也有過來這樣 早上在埔里內埔中鐵 然後10點 從從坐車轉回來這樣 然後身體有點累這樣 大家好,我是邱麟縣 就是半線行程會的交集 然後是展化式的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半線行程 等一下就會 有一個時間的時候 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就用自己的時間來介紹 準備一些情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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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 我們大概 剛副理當然從鐵路醫院 值班的台北出社出 我都有間接參與 沒有直接參與 然後當一點小 然後就是 從學術 或是從我學校的資源 或是各種管道來協助這件事情 好,以上謝謝 好,以上謝謝 還有自我介紹到 對不對 我們都不會錯放過 賴盒的志工 賴盒的志工 以上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然後我是 記大學大學 大學系的 對,然後 就這個暑假 我都在賴盒當時期 然後就暑假 什麼都會在賴盒 好,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那個紀念館這邊的志工 我叫做麗雪 然後也是彰化人 因為我之前真的都很不好意思 沒有去關懷我們的鐵道書社區 所以想到今天有難得的機會 我就趕快趕過來 希望說能夠更進步的去認識我們彰化這邊的一些故事 好,謝謝 大家好 我是賴盒 我是也是賴盒基金會的志工 對啊 然後也是很美人 對,以上 剛剛很多那個 剛剛很多彰化人都說他第一次到賴盒紀念館 所以你們沒有自公 要介紹一下賴盒紀念館 平常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對啊,我是賴盒紀念館 然後我剛才就有在這邊 就是,就參加那個工作坊 然後讀書會 所以一直到現在這樣子 呃,然後賴盒紀念館平常都就是這樣 啊 有民眾來了 然後我們就會搗爛 然後有時候我們家人的時候 就是 假設有民眾就是預約的話 我們就會 像今天早上就會去外面做一個地景搗爛這樣子 就是把賴盒生前的那些 呃,他生活的那些場域還有文學的場域都走過一遍 然後搭配他的文學作品 然後我們一起做一個 呃,他當時的生活的重現 然後還有他抗爭衣時的一些搗爛這樣子 呃,然後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在張時賴盒紀念書紀念畢業 然後之後要再去台北念書 那以上這樣,謝謝 好,大家好 我是賴盒紀念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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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江華則,這是第三年 那可是呢,因為 嗯,嗯,覺得在 既然住在這個地方 就在念書這個地方文化 然後剛好有接觸到任何的文學 那我要這邊,所以我是那個 傳說中就是一世成主顧 因為我是曾參加任何的文學禮 而文學禮行 那我們每年的五月都會辦那個文學小禮行 那方便大家可以參加 那我要打一下小廣告 就是,等一下我都每年都發一張 就是,除了紀念館 大家可以來參觀 然後我們有一些簡單的導覽 我們也接受團體的預約 或者是年式小團體 也可以打開到自然的預約 我們會有導覽的志工團隊 然後可以學出導覽 那像今天早上也有台南二中的學生 然後有來這邊安排 有一些暑期的一些 那裡參訪的合報 那我們今天就有六到七八個 那個導覽志工 然後就帶他們走 走訪一下張畫室 然後又是奈恆跟他的文學朋友 相關的這樣子的導覽活動 那我們目前還在辦理 我們是文學手牽手 前中向前走 就會走訪我們台灣的 很多的文學家的紀念館 那下個禮拜是我們要到 楊葵紀念館 文學紀念館 在哪裡大家知道嗎 不知道 關心話 不管你在哪裡都歡迎大家去參加 因為不管是哪一個文學紀念館 其實只要走到那邊 我們就會奪人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一些文學 不只是文學 我們就是土地跟文化的關係 跟人的關係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再問問一下 就是 楊葵紀念館 就是他導覽的部分 他是需要預約 是嗎 就是管體的話 是需要預約的 是 那你們平常有修管的累積嗎 有 我們就是2到6 平常的9點到下午5點 那今天我們休息一個小時 小小的休息一下 然後平常請問大家就是 如果您是需要導覽 不管您是團體還是說個人小團體 都是些內容 因為我們其實 你看到在座我們都是志工 那平常我們都有工作 或者是學生 那只有一位職場長跟內書 是資固定的 所以我們的用力其實不太夠 那就如果有預約 我們就會騰出時間來幫忙跟協助 那我們也非常的歡迎大家 然後到將後來 不管您是第一次來 或者是以後 希望未來都希望大家能夠多為我們來 來這邊 然後愛上我們的帽子個地方 謝謝大家 所以導覽是需要費用嗎 不用 目前都不用 那當然我們也接收那個自由捐款 對啊 這就是我們想要問的嗎 因為我也是看到那個 百合物款箱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 如果說大家有履歷的話 我想也是可以捐助一下 你們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 那 borud 太美了吧 computational 不太好 我是武县章工山章 然後目前在章藏市的國中願教 這一次也是因為走入臺北宿舍村當志工 後來發現宿舍村應該有被調查的價值 所以後來再提報其中的12棟建築為古蹟 所以是跟剛剛另外一個軍商小姐 是同時提報三個案 向文化局爭取暫時保留這塊區域 待會我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從開始到現在 就是志工在宿舍村裡面所做的事情 我個人認為我們走進宿舍村 不是為了保存它而是為了活化它 那是活化的開始 就是從走進宿舍村開始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志偉 我也是彰化人這樣子 然後今天是收到那個 更掌心的訊息我也要來參加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李冠 然後我是今年從東海大學畢業的 然後我是彰化人 然後我就畢業之後就想說 就是身為彰化人 畢業之後就是想說要關心自己的家鄉 然後是廣東海大學畢業的土地 然後是很多台北宿舍村 就有活動成功來參加 然後了解一下 謝謝 來 大家好 我是他的姐姐 然後就是放暑假 所以就我跟他一起過來 來介紹一下現在的狀況 謝謝 謝謝 我大家好 我是明晨 然後我是彰化人 那我最快樂的童年時光 就是在 呃 住在我的學校的宿舍裡面 對 就是 不是不是我的宿舍啦 是我長輩他們也在學校人家的宿舍裡面 然後但是在我大概六年節的時候 宿舍就必須要拆遷了 所以我非常小 小時候就有能體會那種破千的心情嘛 對 所以那也是那個木造的房子 所以我對於那個 宿舍村其實是蠻有感覺的這樣子 對 然後對於彰化 其實其實我現在目前在排裝工作 那我離床高中離開家裡大概快十年 那三年前我年入所畢業的時候 我想要回彰化工作 可是我發現好像沒有什麼工作 可以讓我做啦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目前在排裝工作 那目前想要多關心一點章話 但是好像還在抓一些議題這樣子 那希望可以說春刻給我把我帶回來 謝謝 你還出去做夠耶 大家好 我是學校 我是台灣人 世界人 我是以宙人 所以我當過很多地方 所以 我是那個 我在基於列島的 資深 資深 資深之空 今天早上就是 台灣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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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親愛朋友 其實我看到這種展開 我覺得 大家有希望 因為 現在每個地方 在地的 各有一些 有團體 或者是 親民朋友 組成這種團體 去做 因為我們導演資工 我導演一些 在台灣五號協會 就是我們來 台灣一些 那種 第二種的團體 就是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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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其實 文藥協會 的 演講會 也類似像 這種什麼 所以我們 這個是一個 的導演 希望大家 每個人都可以 這樣子 也會讓大家 對台灣這個組織 做一些工作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賴金門志工 我是 張煌惠美 謝謝 我還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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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我還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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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代表 六個月 五個月 兩天的志工 啊 其實我還沒有說 investir的 跟中華 之幾年前 我就 做 有這些 我給他們這個節目 我有一些話題我跟他們這邊都來參加 我覺得他們跟他們說不準 我還很準 因為我參加幾年了 我會什麼每年都來參加 因為每年他所辦的話題 他進化 每年我們就變化 有的人想說我一次就沒有 麵包要參加行中 我跟這個路上 我也是要走兩次 他們不亂犯四天 不亂犯 發言他們做亂犯的土浪 這點我 我經常說 在我參加很多土浪的話題 我跟他們說 兩天的土浪 收集水準很好 說得很讚 如果每年 每年 每年四、五歲的時候 我就要注意 五歲 他們剛才五年 剛才開始 他們都會感受到外面 他們是補名 所以 所以 他們都不亂犯了 所以 我 我很想 我都很少補名 很難 就是 有的 三年 有的 參加 不過 我剛才 大家參加 因為 我對中華的歷史 對中華的高潔 對中華的實質 有很多了解 那我一天 就有 既然 在中華做的 但是 我 我覺得很好 今天 做這個議題 在 這個 宿舍 我 金本 我媽媽本身 來參加兩次 所以 關心這些 這些事情 包括我們 在大陸上做的 跟他們 我跟 大家 有 有關心這些議題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中華人 這都 我們來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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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參加的 所以 因為我 我平時 在婚姻 我沒有中華人 但是 只要我有時間 我都盡量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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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說這個 做什麼 時間 那 主委 你會不會開始 我會自我見識 有 有 有 各位 大家好 我 邀請師傅 我好像是中華人 我好像是第一次來到 外國記念館 很抱歉 在這家 我好像在上面 就是 我是 第六個拜五 在大陸上的志工 我 家文先生 是 養品的工作者 最近 我們有做一件 就是 什麼 一個中台灣 公民 鴨店 台風船 切店 北台 中台灣 公民營展 開放式撤展平台 這個概念 其實是來自於 就是說 自己要看的營展 自己撤 因為我們 我們知道很多營展 其實在北部 然後高雄有高雄營展 可是我們在台中 在中部 在彰化 其實比較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然後我們成立這個平台 然後正開始在運作這樣子 也歡迎 有興趣 然後有 有這個想法的 夥伴一起加入這樣子 然後最近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活動 小農機錄片 影展 這是跟 浩蘭基金會 還有台灣農村政縣 合作的一個影展 然後我們把它拉下來 成為 小農機錄片影展 在台中場 下個星期就開始 7月26號 星期六的下午兩點開始 然後我們的 開錄片 也是我們彰化的 知名導演 柯導 柯經典柯導演的影片 黑這一部影片 然後講的其實就是 我們彰化的事情 是 農地污染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邀請大家 下個星期六的 下午兩點 開錄片 在台中的好辦 然後 邀請大家過來看 然後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更多的一個 訊息的話 可以上網 尋找 搜尋 小農機錄片影展 A的台中 好 謝謝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進來突然就發現 要自我介紹 你好 我是 我是 彰化的 志工媽媽 我希望能夠留下 更多的記憶 給我的小孩 就這樣子 我是彰化的志工媽媽 張學生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兩個沒有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 他只拿電子上來了 好 兩位 大家好 我是加油 然後 我是台中哲務的志工 可是我也不是台中人 我是草屯人 彰化隔壁的那個草屯人 南投草屯人 所以我來的時候是 翻山越嶺來的這樣子 我們開始做哲務的時候 我們一直想說 中部可能是一個比較 大家都比較沒有主見 沒有立場 就慶菜啦 反正這次就這樣過 他是一個比較沒有抗爭意識 甚至我們一直覺得 他是不是是什麼 所謂的議題的沙漠啊 人權的沙漠啊 好像都做不起來 可是我們這樣子 一直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到夏天了 我們覺得說 台中的哲務 他的運作模式 其實到我們還蠻驚艷的 就是說 讓 許多台中市民 甚至南投 甚至是彰化 都會 在禮拜五晚上去參加那樣子的活動 那我們看見說 其實 中部人 或中台灣的人 並不是那麼的沒有立場 沒有主見 沒有想法 而是有的 他們只是缺少一些 引線 這樣子 我們把它點燃之後 我們希望說 不只在台中 或者是彰化 甚至是南投 在這個中台灣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人 出來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或是 出來討論各式各樣的議題 因為 前陣子我開始在報紙上面 看到一些廣告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在為了他選舉做廣告 還是在為彰化做廣告 他開始在宣揚整個園林的一些土地開發案 不是建案 就是那個重劃區 那我看了其實還蠻覺得蠻恐怖的 那其實剛好我們可以跟 奈何這邊有一張明信片 他上面寫的是奈何說的話 他說 人們的幸福跟時樂的進步 原來是兩回事 那所謂的宿舍村的保存 某種程度上 這些開發案在台中 也是非常的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台中也是在進行一些 完全產品式的開發 就是把這一塊地劃起來 然後把這一塊地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產品 全都不要了 那我們重新來建設 可是那個建設是為了誰 其實我們不太知道 可是我們 很多人在告訴我們說 這就是時代的進步 可是人們幸福嗎 好像又是兩回事 可是我們需不需要 在這個所謂的時代進步 跟人們的幸福之間 去抓取到一些平衡 或者是我們所想要的價值 這個是在哲悟 或者是說 不管是在哲悟 或者是奈何的紀念館 我希望我們可以看到 或者是 換張經 我們可以去做更多這樣子的事情 讓去吸引更多的市民 甚至是所有的公民 一起來討論 我們社會上所一直在面臨到的一些議題 那我們很高興說 台中哲悟第一次到彰化來 然後就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朋友 然後你們第一次聽到的話 我們希望有機會 也可以在台中哲悟見到各位這樣子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始今天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